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真言 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对恶人说 你是义人的 这人万民必咒诅 列邦必憎恶 责备恶人的 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 应对正直的 犹如与人亲嘴 你要在外头预备供料 在田间办理整齐 然后建造房屋 不可无故做见证 陷害灵社 也不可用嘴欺骗人 不可说 人怎样待我 我也怎样待他 我必照他所行地报复他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荆棘长满了地皮 刺草遮盖了田面 石墙也坍塌了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训会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在二十四章二十三节提到说 这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真言 审判时看人的情面是不好的 说的就是智慧人他们说的 审判的时候看人的情面 看人的外貌 这个是不好的 不好的也可以翻译说 是非常可证的 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审判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看这个人的外貌 来判他有罪或无罪 二十四节说 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 这人万民必咒诅 列邦必震恨 当法官分 就是他宣布一个有罪的人说 你是无罪的 那这样的事情受害人是不会同意的 而且对于这个社会 我觉得法官你就是混淆是非 那甚至无视于不尊重这个法律的秩序 也会受到全民的唾弃 而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 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必领到他 所以对一个作恶的人 当我们是在上有权位的 也许是一个领导者 是一个领袖是一个法官 有的时候你需要施行你的正义 你需要正确的来谴责跟惩罚人 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就当正义发生的时候 就会给人带来一种喜悦 一种满足 而且你也是帮助群众 帮助百姓来脱离这些坏人的伤害 而当你这样子做 这里提到说那个美好的福分 上帝的祝福也会在你的身上 而百姓他们也可以安心的生活 因为知道在必要的时候 有人会正确的主持正义 而二十六节提到说 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 正直的话因为很真诚很诚实 所以可以止息纷争 就像嘴亲在唇上 人们就甘心的把嘴给封住 所以这句话可以说 他将与回答正确的人亲嘴 也就是说当一个国王 一个官长或法官 他们说出一个正确的话的时候 对这些百姓来说 就像亲嘴一样 而二十七节说 你要在外头预备供料 在田间办你整齐 然后建造房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职业 然后你有一个适当的生产 然后才可以来成家 应用到今天 也可以说我们这个人应该 准备好自己 让自己有一个谋生的技能 你有一点点积蓄 然后你就可以为自己预备家事 可以成家可以结婚 而二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 不可无故做见证 陷害灵社 也不可用嘴来欺骗人 那这个经文就是提醒我们 你不要做一个虚谎的控告者 这是神所厌恶的 神不喜欢我们 这一节特别讲到诚实的重要 我们不可以因为别人说谎 我们今天说谎 因为我们觉得 因为别人先说谎 因为别人陷害我们 但是这里提到说 主也告诉我们 不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但这里提醒说 那个无故做见证陷害人 他说的是 你没有事实的根据 然后我们就是 也许动机就是为了 我要报复 我不喜欢对方 也许对方曾经伤害我 所以我也要这样子来报复他 因为我们被错待 可是神的原则 不是这样告诉我们 神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不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神要我们明白 当你被错待的时候 在这个时刻 你仍然要谦卑地来依靠神 你要相信神 祂一定会为你深渊 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 不要为自己深渊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所以神就是要我们明白 每一个冤屈 每一个你被错待的地方 神他都会为你深渊 虽然时间 有时候我们就想快一点快一点 可是有时候神的时间还没有到 我们就需要相信 相信 那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手 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这样做 神其实是不喜悦的 事实上在我们的周围 总是少不了这些仇敌 他们伤害我们 错待我们 但是消灭仇敌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敌人变成你的朋友 所以这里提到说 我们不要用嘴来欺骗人 这个不要用嘴欺骗人 说的就是 你不要无故的做假见证 做见证去陷害你的灵社 也不要说 29节说 也不要说人怎么样带我 我也要怎么样带他 我要照他所行的报复 报复他 神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报复 这个时代不是这样子教我们 这个时代让我们知道 要以牙还牙 一夜还夜 或者我们要十倍的奉还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但是那个不是真理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里面会更加的愁苦 我们需要学习 要相信伸冤在主 主会报应 要信靠神的时刻 这样子来倚靠神 而三十节这里提到说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葡萄园是需要特别多的 这些投资还有劳力 还有更多的照顾 可是他所生产的果实 当然他的价值也是很高的 在巴勒斯坦 这些农民 他们的粮食财富 主要就是靠这些农田 跟葡萄园 所以这一节 他把这个懒惰人 跟无知人 他列在一起 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懒惰很严重 有多么严重呢 三十一节说 那个葡萄园 荆棘就长满了地皮 极草也遮满了这个田面 石墙也坍塌了 这个荆棘棘草 说的就是野草跟杂草 在巴勒斯坦 有很多这种带刺的草 而这种草它的繁殖力很强 所以你如果没有常常把它给拔掉 很快的它就会覆盖整个农地 就像我们如果没有每一天 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成熟 我们好好的浇灌 我们好好的除草 如果我们都是很闲懒怠惰 都不管我们的属灵生命如何 你就会助长那个罪恶的荆棘 很快的就长满我们的全身 所以所罗门在三十二节说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训会 也就是所罗门他借着观察 懒惰人农田的状况 它里面就有一些省思 他看见这个田地没有收成 就是因为这些人 他们缺乏主动的精神 没有热情 所以就让这个土地就荒废了 所以借着这个事情 所罗门就有一些属灵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如果希望自己 也可以像所罗门那样有智慧聪明 我们有的时候 从我们周围的一些事情 我们要开始去省思 开始来思考 那对我们的智慧就可以有增长 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说 在睡片时打顿片时 抱着手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抢到素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也就是说你再继续的在那里花一点时间 在那里偷懒安睡 那你的贫穷就像强盗 强盗就是那个拦路贼 突然就来了 把你或者像这个强匪一样来了 把你所有东西都给夺走 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 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更加的殷勤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借着今天的信息 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看人的情面 做一个正直公义的人 即使我们受委屈被陷害 也让我们不报复 要信靠神为我们伸冤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阿们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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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